这已经是黎王第二十八次举情了 也不知道是谁家姑娘这么倒霉 被黎王看上了 你们听说了没 黎王的前二十七任王妃 新婚当晚都死于妃宁 此状极其残忍 听说新娘子是侯府的狄尖金小姐凤灵月 她可是公认的皇城第一美人呀 可惜啊可惜 这楚原离百分百是客气体质 那我嫁过去 不就是死路一条吗 爱妃 该下轿了 凤灵月没出息的咽了咽口水 上下打量着说话的男人 看在他长得这么帅的份上 也不是不可以考虑留下来 你 就是楚原离 是我要嫁的男人 楚原离并未料到 凤灵月会突如其来这么一问 胸腔忍不住轻颤了下 引发了她的咳急 大胆 王爷的名讳 岂是你能直呼的 本王妃跟王爷说话 岂有你插嘴的份 不会说话就闭上你的嘴 你 晴风一言 委屈的看向楚原离 主子 属下只是 晴风 楚原离眸光复杂的看了凤灵月一眼 这女人 似乎与传闻中不同 给她一种别样的感觉 她是本王的王妃 王妃喊本王的名讳并无不妥 你先退下 主子 退下 是 主子 晴风不情愿的离开 走之前还不怀好意 叨了凤灵月一眼 爱妃 该吓叫了 凤灵月虽然看颜 但是眼前的楚原离 与传闻中试杀暴力不同 还这么温柔 让她不得不怀疑这男人 是不是庄大 她鲜细如葱的御守 青龙慢脸的搭在男人的掌心 从容淡定的笑了声 好呀 等凤灵月胯下花轿 楚原离不动声色的收回了手 不自推着轮椅 朝离王府的主院 梧桐院去 你之前娶的二十七任王妃 都是怎么死的 本王傻的 那你会杀我吗 你若是听话 本王不杀你 哦 凤灵月邪念了眼 楚原离那双微红的耳垂 还以为是个杀法果断的大魔王 没想到是个容易害羞的纯情王爷 哼 有意思 伸手扯了扯他的衣袖 王爷 我很乖的 不要杀我好不好 本王不杀你 王爷你真好 凤灵月顺势蹲了下来 一把扯过楚原离的手腕 小手熟络的搭在他的脉搏处切脉 王爷 我略懂一些奇黄之术 你身体不适 我帮你看看好不好 楚原离下意识想要抽回手 别动 好 我 这是疯了吗 两久 看着女人食而醋眉 食而沉思 又换了他的左手切脉 楚原离逐渐怀疑 他压根就不懂医术 王爷 你换的是先天性可及 是从娘胎里带来的 因为治疗方式不对 加上你的病拖得太久 所以 已经病入膏肓 要是无医 只剩下两年的寿命 他的顽疾 这整个安陵皇城谁不知 他活不过三十 街头巷尾的百姓都知道 说什么略懂奇黄之术 果真如我所料 这女人就是趁机勾引我 与从前那些想爬上我床的女人一样 可 该死了 王爷 你知道什么叫缘分使然吗 我天既然让你遇到了我 我必你一天改命 让你长命百岁 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何对楚原离这么有好感 可能是 见色起义吧 毕竟他露出来的半张脸 是个女人都无法拒绝 女人 大言不惨 戏刷本王 你找死啊 楚原离 你是不是有病 我招你惹你了 你就动手 我凤灵月这辈子最讨厌的就是不由分说跟女人动手的男人 今日 可不 楚原离咳得停不下来 压抑不住的咳嗽 让他圆带有病色的脸 逐渐泛起微红 远处的金风听到女人的呼叫声 飞一般的跑了进来 主子 主子您怎么了呀 千柳 快去请思云 金风换了一个人名 就见暗处窜出来一个半蒙着面的男子 风驰电掣的消失 王爷吐血是不是你干的 好你个毒妇 我现在就杀了你 他自己莫名其妙发病吐血 关我批事 凤灵月身影快速一闪 躲过了金风的第一招 这女人果然有问题 找死 随即 朝凤灵月那白皙细弱的天鹅锦扫去 眼剑带着强悍剑气的剑尖 即将落到凤灵月的喉咙上 她微微朝后轻身 同时 敏捷地抬起左脚 踢向金风的右手手腕 下一秒 金风只感觉手腕钻心的头 手中的剑也随之飞出三丈外 直直插在一棵梧桐树下的草丛里 哼 这就是你的实力 你个毒妇 你到底做了什么 金风左手捂住右手手腕 脸色铁青的瞪着凤灵月 想我堂堂离王府第一侍卫 除了主子 整个安宁城都找不出第二个能击败我的对手 可刚刚这毒妇只用了一招 就让我长剑离手 简直是七尺大辱 难不成他不是真正的凤灵月 而是易乐容的奖千金 金风 以后没有本王的命令 不许对王妃动手 楚园里给了金风一个眼色 金风原本还想说什么 但收到了主子的眼神 垂手道 是 主子 属下这就去 艾菲 过的 我不 当我是小狗嘛 呼之起来呼之急去 我不要面子的嘛 想到要查清这女人的来路 搞清她接近自己的真实目的 楚园里只好压下心头的怒意 艾菲 听话 过的 我叫不 说好不杀我 王爷言而无信 是本王的错 本王跟你道歉可好 楚园里见她一动不动 只好推着轮椅到她身边 又扯了扯她的衣袖是好 艾菲 谁能抵得住 这么小奶狗的攻势 凤灵月彻底没脾气了 扭头 垂眸看向那半张俊脸 王爷道歉是真心的 楚园里握住轮椅的手 女子身胶腰软的触感 楚园里也很紧张 耳朵爆红 心跳猛烈加速 但 为了验证这女人有没有易容 她必须 身手抚上了凤灵月白皙若慈的脸颊 略带薄茧的长指轻轻摩缩着 刚刚被她掐红的地方 还疼吗 这男人也太能撩了 再撩下去 我恐怕要将她当场扑倒 有些气急败坏的推了楚园里一把 快速从她身上起来 我 我不疼了 刚才摸过 这女人并没易容 也就是说她是儒甲包换的凤灵月 但她身上的疑点太多了 与当初暗插大的消息出入太多 有必要让金风再暗插一次 还有 她说她会遗书 也有必要暂时谈一下 爱妃 王爷有何吩咐 爱妃能推本王去兴房吗 好 凤灵月走到轮椅后 慢慢推着她朝梧桐院去 不对啊 她这是邀请我与她动房吗 身子虚弱成这样 确定可以行房事 不怕死在床上 先留领了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子 匆匆而来 她 主子 思云已带到 王爷 我帮你检查一下 未等思云触碰到楚元梨 手腕就被凤灵月拽住 你做什么 放开我 这位姑娘 难道你不知道男女受受不亲的道理吗 楚元梨现在是我的男人 你 不许碰她 她的男人 这女人怎么说话如此口无遮拦 当真一点教育都没有 放开她 思云眼底闪过一抹嘚瑟 王爷 凤小姐肯定误会我了 我只是忧心王爷的病 所以着急了些 没想到凤小姐误以为我 好大一朵 我见油莲的白莲花 凌厉的眸色看着楚元梨 王爷 你的病我能治 你是选择让我治 还是选择让她治 我知道你不信我 但你的病 应该由这位姑娘治疗了很多年吧 要是她能治好 早就治好了 凤小姐 据我所知 你根本就不会医术 怎么可能治好王爷 王爷的病 一直都是我在负责 且病情也有所好转 凤小姐怎么能信口胡言呢 哦 看来思云姑娘挺了解我的 不知思云姑娘 是特意去打听的 还是道听途说的 就这么笃定我不会医术 不如我们来比试一下 看看咱俩的医术 谁更胜一筹 楚言离原本以为凤凌月 只是嘴上说说而已 只是想在其他女人面前 宣誓主权而已 没撑想 她竟主动提出 与思云比试医术 瞧她一副自信满满的模样 她的医术当真比思云还精湛 倘若她赢了 我是不是该重新考量一下 这女人说的 改我的命 演我的兽的话 你想怎么比 比谁的毒更厉害 凤凌月挑了挑凤梅 看了眼思云肩上的药箱 作为一名厉害的医师 应该随身带毒吧 哼 你确定要跟我比毒 当然 咱们互相服下对方的毒 谁先解毒 谁便是赢家 赢了的人才可以医治王爷 如何 思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两人交换了各自的毒药 凤凌月拿起瓷瓶 一饮而尽 思云姑娘 该你了 思云毫不犹豫地将断肠胆服下 接着 凤凌月就见思云从药箱里拿出一个瓷瓶 瓷瓶里倒出一粒黑色药丸服下 思云服下解药 过程中却见凤凌月什么都没做 她十分诧异 这女人不会一点毒术都不会 根本就不识那瓶中的毒药 是剧毒天山瘾吧 但过了片刻 思云依旧未等到凤凌月毒发 你 你怎么没毒发 话音落 思云快步捂住了腹部 一屁股坐到地上 她感觉五脏六腑好像搅在了一起 巨疼无比 凤凌月 你对我做了什么 怎么会这样 我还能做什么 自然是下毒 思云姑娘莫不是忘了 咱们现在可是在比试 为什么 为什么你吃了天山瘾 却一点事都没有 你是不是做了什么手脚 处缘里也疑惑地看着凤凌月 你越走到思云面前半蹲下 用细长如葱的玉纸 挑起思云的下巴 玩耳一笑 想知道吗 那是因为 因为我拥有一具 百毒不侵的身体 思云姑娘 这局我赢了 承认 你 你的身体 怎么 怎么可能百毒不侵 凤凌月笑了笑 不予回答她的问题 优雅起身后 走到楚源里的轮椅后 双手搭在把手上 王爷 我推你去咱们的新房 今夜是咱们洞房花烛 可不能被闲杂人等给耽误了 不 王爷 救救我 思云见两人要走 爬过去抓住楚源里的衣白 可怜兮兮地望着她 楚源里不悦地抽回被抓住的衣白 爱妃 给她解药 王爷放心 她死不了 按道理时间已到 她体内真正的药性应该发作了 怎么还没反应 就在凤凌月思索之际 忽然听到 啵的一声巨响 随之扑鼻而来的 是一股浓郁的恶臭 楚源里被熏得眉头快皱成一个穿子 下意识抬起衣袖 掩盖那股恶臭 思云姑娘怎么放了个这么响的屁啊 吃快肚子了 我 我 思云尴尬得脸色红得能滴出血来 想要辩解却难以启齿 我了扮上也握不出个所以然 随后又是几声巨响 王爷实在太臭了 我受不了了 凤凌月实在受不了这股恶臭 推着楚源里飞快地朝心房奔去 王爷 我 听我解释 思云看着两人离开的背影 想起身去追 生下忽然一股热流和异味 让她两眼一翻 晕死过去 不多时 凤凌月推着楚源离入我的心房 常常吸了口新鲜的空气 我看哪 这思云姑娘的肠胃不好 所以才会放这么臭的屁 差点熏死我 这女人简直口不折烂 那种隐私的视线竟然说得这么风轻云淡 一点大家闺秀的形象都没有 是你干的 对 是我干的 我给她的毒药叫断肠丹 毒发会腹痛不止 只不过是我事先在药丸上抹了些蟹药粉而已 蟹药起销就会臭屁不止 然后 然后不拉上个一天一夜 是绝不会停下来的 楚源离文言眉骨狠狠跳了跳 这女人心肠当真歹毒 竟然想到这么恶毒的招式折磨人 看在我这么努力的份上 小姐姐小哥哥可以给个赞吗 以后再敢对本王胡作非为 本王剁了你的手 王爷 你当真要剁了我的手吗 剁了就没法吃饭了 再说 刚刚王爷也摸过我的 我摸回来 很公平 你 你不知羞耻 王爷这话不对 你我是夫妻 我摸你 你摸我 怎么就不知羞耻了 难道王爷 不想认我这个新婚妻子 本王没有 楚源离有些不自在的咳了一声 随即转移话题道 你当真会医术 当真可以治好本王的咳疾 是 我可以治好王爷的咳疾 而且保证王爷 不留下半点病根 若是王爷信得过我 我还可以帮王爷 重新站起来 本王的咳疾 连鬼一股谷主都无能为力 爱妃又有何高招 想要治好你的咳疾 有两种办法 第一种呢 是中药条理和针灸治疗 缺点是治疗时间长 至少需要一年时间 第二种呢 疗效快 只需要三个时辰 但此法听上去不可思议 我并不打算现在告知王爷 等王爷真正信任我的那一日 我必如是相告 楚源离存夺着这番话的真假 刚想再发出一个质问 就听到女人娇媚的声音再一次响起 王爷 我这个人呢 无力不枉 倘若王爷让我医治 我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不满王爷 我对王爷一见倾心 无法自拔 所以我的条件 是要王爷许我一生一世一双人 永不背叛我 王爷可答应 不嫌弃本王是残疾 不嫌弃本王是个病秧子 残废怎么了 我可以治 病秧子怎么了 我也可以治 从我凤灵月下花轿的那一刻起 从未嫌弃过你楚源离 哪怕本王不能人事 对 哪怕你不能人事 啊 不能人事 嫁给本王只能守火寡 嫁给他只能守火寡 凤灵月原本游异在楚源离脸上的目光 逐渐向下 最终落到某个地方 哦 是吗 楚源离双腿下意识夹紧 休脑的凝视着他 再看本王挖了你的眼珠 我看我夫君怎么了 你后我还要用呢 凤灵月 他到底娶了个什么样的女人 说话毫无避讳 再跟他掰扯下去 恐怕他的咳疾还会再犯 今后你就住在梧桐院 本王会派人伺候你的起居 记住 你若听话 本王便不会杀你 王爷 我会乖乖听话的 我提的条件 你还没说要不要答应我呢 你的咳疾已入膏肓 需要尽早治疗 否则大罗神仙难救 本王答应你 他能治好他 他许他一世黎王妃的身份 他不能治好他 他不过两载光阴 怎么论他都不吃亏 京风 武则 让梨虎找两个伶俐的丫头 照顾王妃起居 主子打算留下他 京风不理解 从前的二十七个女人 刚进府就被主子给解决了 这位侯府迪千金 不仅目中无人 还 还害他在主子面前丢了脸面 主子竟要将他留下 他的身份还需在场 让千刘暗中盯着他 若有异常 及时禀报本王 还有 以后他便是本王认可的黎王妃 黎王府上下见他 如见本王 若有怠慢 本王定严蠢不怠 是 京风捶手应试 他就算不喜新王妃 主子点头认可 他也不敢有任何意见 王妃 奴婢春花 回王妃 奴婢秋月 王妃 奴婢和秋月是王爷派来伺候王妃 饮食起居的 今后王妃有任何需要 可以吩咐奴婢和秋月 春花秋月 名字不错 既然是王爷派来的 但本王妃就收了你们 你们俩记住 从前往后 你们的主子 只有本王妃一人 本王妃最讨厌的 就是吃里扒外的人 谁胆敢背叛本王妃 定不轻饶 记住了吗 春花秋月瑟瑟发抖 王妃 奴婢记住了 你们不必害怕 本王妃是个赏罚分明的人 跟着本王妃 绝不会亏待你们 说话间 抢无声息地从流光灼里 拿出两根金条 分别塞到俩丫鬟手上 这是本王妃给你们的见面礼 春花秋月拿着沉甸甸的金条 受宠若惊 这一根金条 他们在黎王府干一辈子也赚不到 收了金条 此刻起 便是本王妃的人 秋月 誓死孝孝王妃 绝不背叛 本王妃饿了 去弄些吃的 是 王妃 奴婢这就去 王妃 该起床入宫谢恩了 天还没凉 我再睡会儿 王妃 按照皇家礼制 王妃加入王府第二日 便要入宫谢恩 王妃再不起 就耽误入宫及时了 好吧好吧 伺候本王妃的实数吧 经过春花秋月一番折腾 迷迷糊糊的凤明月 已经梳好发际 换上了黎王妃礼制的颈裙 刚到府门口 就见虎原离正在马车前等候 脸色黑沉 半个时辰前 她就听千流回禀 这女人一直赖着不起床 真是一点规矩都没有 侯府的礼仪教育就是如此吗 还处在那里做什么 还不上车 要不是看在你长得好看的份上 老娘才不伺候你 让王爷久等 臣妾这就上车 爱妃 该下车了 到皇宫了吗 下车 凤明月先钻出马车 而后 京风将楚原离扶到了轮椅上 还辛苦爱妃推本王进去 京风 你在门外候着 是 主子 凤明月扭了扭脖子 不情不愿地推着楚原离 进了流云殿 这不是九弟和九弟新曲的王妃吗 看样子九弟和新曲的王妃感情很好 恭喜九弟你的家人 看黎王妃这副困倦的模样 想必昨晚被九弟这趟累了吧 不对 九弟双腿残疾又坏有可及 想必心有余而力不足吧 哈哈哈哈 楚原离听到楚家和的羞辱之言 搭在轮椅扶手上的双手紧紧握拳 面色阴得简直能低出墨来 长公主怎么知道 昨儿个洞房夜 王爷她硬是缠了我一晚上 直到天亮才肯放过我 王爷身子骨不太好 嫁过来之前我还担心呢 但谁知道王爷她体力惊人 还花样百出 不小心说多了 臭死了臭死了 真是个口不知秀的女人 心里暗暗覆飞着凤凌月 可红着耳根的楚原离 唇角还是扬起了一丝浅淡的弧度 反握住凤凌月的小手 侧目看着她 爱妃 时辰不早了 跟本王去拜谢母后 感受到男人的主动 凤凌月有些不太适应 忙抽出手 推着轮椅朝流云殿去 楚江河看着两人的背影 气愤地咬了咬后草牙 也跟着进了流云殿 流云殿丫头 昨晚已经和林儿洞房了吧 母后 先生和王爷已经 已经洞房了 楚原离搭在双膝上的大手 尴尬地捏了捏衣袍 嘴上倒没说什么反驳之言 李儿从小身子孱弱 有没有委屈你啊 没有没有 王爷很疼爱妾身 缠了妾身一晚上 妾身线下还困倦得很 那样变好 那样变好 李儿 凌月是个好孩子 既然你们已成夫妻 往后要好好待她 绝不能委屈了她 记住了吗 母后 儿臣知道 母后 儿臣最近听闻了一些 有关九弟妹的传闻 不知道母后可知 家和 传言不可信 身为长公主 怎可轻易相信那些 子虚乌有之事 母后 没有什么事情是空穴来封 既然有传闻传出 怎么可能子虚乌有呢 再说 儿臣可是为了九弟着想 不想九弟一个真心错付了 那你跟母后说说 有哪些传闻 听说九弟妹 在嫁给九弟之前 早就与其他男子 私相授受 或许终身 不仅如此 还有不少男子纠缠不清 风瓶差得很 儿臣 说到这儿 楚家和的脸色 立刻垮了下来 一脸委屈 儿臣说到这事 不得不提柳驸马 驸马在娶儿臣之前 就曾向皇帝哥哥求娶九弟妹 但据儿臣所知 求娶这事 其实并非驸马的意思 而是九弟妹 以性命相邀 邀驸马娶他 那时候驸马 早已私下与儿臣 护表心意 可九弟妹 一心想要嫁给驸马 以至于 以至于驸马与儿臣成亲之后 九弟妹还有很长一段时间 纠缠驸马 还哭着闹着腰 要驸马与儿臣和离 竟然有这样的事 灵月 家和说的这些可是真的 倘若传闻非虚 那他岂不是给他的梨儿 选了个水性洋花的女人 太后顿时心生一股愧疚 母后应当知道 儿臣和驸马的感情一直都很好 总不至于抹黑自己的夫君吧 九弟妹他 他后来就缠驸马不成 又开始缠其他世家公子 甚至还与五皇侄牵扯不清 儿臣即日将这些事和叛脱出 都是为了九弟好 儿臣可不希望九弟 被这样一个朝情暮处的女人 给骗了感情 太后和楚元梨的目光 都不约而同落在凤凌月身上 等他解释 只见凤凌月从容淡定地笑了一声 母后 妻生不敢欺瞒 长公主所言 有关妻生的传闻 半真半假 啊 半真半假是何意 属于母后听听 楚家和也非常错愕 他没想到 凤凌月认得这么干脆 而听到凤凌月 亲口承认的楚元梨 唯一不可查地皱了皱眉 母后 妻生从前确实以貌取人 欣赏那些长得好看的男子 却懂得分寸 吉身自好 并未与他们纠缠不清 更没有思想受受 至于长公主说妻生与驸马一事 妻生承认 两年前情斗初开 心移过驸马 但并非妻生一厢情愿 驸马也曾与妻生 表露过心意 还说要娶妻生为妻 但是呢 认识驸马一个月后 妻生意外撞见 驸马流连烟花柳巷 便认清了她的为人 至此在于她没有任何瓜葛 所以 长公主说妻生威胁驸马 以及在驸马 与长公主婚后纠缠一事 纯属胡扯 纯属污蔑 母后 她 以前妻生识人不清 是错付过真心 但妻生谨记自己侯府嫡女的身份 从未做过半分剑阅之事 而今嫁给王爷 成了黎王妃 自会尊三从四德 以夫为天 绝不会背叛王爷 妻生所言句句属实 还请母后明见 母后 凤凌月的话不可信 驸马怎么可能流连烟花柳巷 怎么可能做出背叛儿臣之事 儿臣说的才是真的 凤凌月她在骗母后 她说从未做出半分剑阅之事 她说解身自后 没有思想受受 那 那些传闻又是从何而来呢 所以她的话是假的 母后不可信她 长公主 想要定我一个婚前不争不截之罪 最好拿出证据 倘若空口白牙就可以定人的罪 那我还说长公主婚前婚后行为不减 入目之边无数 长公主你倒如何 你 楚家河被噎得说不出话 脸色憋得很红 袖中的小手也在颤抖 母后 长公主没有证据 可是妾身可以证明妾身的清白 如果妾身没记错 驸马常去的安陵城 最大的一家青楼 叫万花阁 想知道驸马为人到底如何 派人去万花阁打听一番便知 如此 便可以证明妾身的话是真是假 此事 哀家已经了解 你们不必再多言 凌月 哀家不管你从前如何 如今嫁给了梨尔 成了梨王妃 你要刻尽职守 好好帮梨尔打理梨王府 不能有二心 是母后 切身紧记母后教诲 母后 好了 哀家乏了 你们都退下吧 母后 儿臣告退 楚家河不情不愿地服了礼 离开之前 还朝凤凌月不愿地冷哼了一声 这一次算是凤凌月侥幸逃过一劫而已 等抓到时机 一定要让他好看 母后 切身告退 当他准备推着楚元离离开时 便发现 这男人脸色沉的 比毛坑里的石头还臭 王爷 你是不是生气了 楚元离 博纯景敏 根本不想搭理他 刚刚 听到他在大殿上亲口承认 自己心移过楚家河的驸马 还喜欢过其他男人 他心里就不爽 王爷 你吃醋了 自作多情 他怎么可能对这种 只看点 又三心二意的女人动心 生气不过是因为他现在是黎王妃 好吧 我还以为王爷喜欢上王了呢 看来我白高兴一场 清风 你说双了 主子 属下 属下的手是昨日与王妃过招 他不知道凤凌月到底做了什么 自昨日失手后 他的手腕就如针扎般的疼 你做了什么 我还能做什么 为了打赢他 自然是下了狠手 治好他 我可以治好他 但是 昨天他不由分说跟我动手 还对我下杀手 是不是该先道个歉 楚原理想了想 觉得这要求不过分 毕竟昨日清风动手 他算是默认的 清风 跟王妃道歉 清风 一不能忤逆主子 二也不想忍受疼痛 只能口服心不服的道歉 王妃 昨日是属下的错 还请王妃大人有大量 原谅属下之故 我原谅你了 但是你记住 以后再跟本王妃动手 本王妃直接废了你的胳膊 手伸过来 清风犹豫了一下 争得主子同意后 才缓缓伸出自己的手 凤凌月一把抓住她的手腕 又掏出一根 小拇指粗的银针 清风脸色一变 王妃 您做什么呀 我还能做什么 再是给你支手了 王妃 属下已经跟王妃道歉 王妃也接受了属下的道歉 清风哭笑不得 哪有人治病 又这么粗的银针 这一扎下去 岂不是会扎出一个大血窟窿 还请王妃宽恕属下之故 属下 别动 乱动的话 本王妃不保证自己不会手抖 要是扎错了穴位 这只手可就真废了 主子 属下已经知错了 爱妃 闹够了吗 王爷 我哪有闹 这银针就是用来治病的 化落 垂眸 慎重其事地将银针扎在了金锋手腕上 一共扎了三道穴位 等凤灵月扎完最后一针 只片刻的功夫 金锋感觉手腕 一点都不疼了 属下不疼了 多谢王妃诊治 你啊 你是不是一点也不相信我说过的话 也对 我以王爷洗劫良缘 不过是因为一纸婚书 本就没有感情基础 何来的信任 昨天若不是我能防住金锋的杀招 说不定 根本就见不到锦尘的太阳 说着说着 凤灵月强迫自己挤出了两滴金银的眼泪 楚元梨从来不是一个心软之人 但看到凤灵月眼尾滑落两颗滚烫的泪珠 是不知如何是好 凤灵月半眯着眼 观察着楚元梨的神色 在她的眼底捕捉到了一丝愧疚 既然鱼儿已经上钩 她就不信 凭借她的聪明才智 拿捏不了一个情窦未开的 纯情小帅哥 爸 不怪王爷 要怪就怪我风平太差 怪我从前劣迹斑斑 怪我魅力不够 入不了王爷的眼 爱妃 昨日之事 本王向你道歉 道歉有用的话 还要律法做什么 王爷是不是该付出一些行动 不然我这颗脆弱的心就 碰得一下碎了 爱妃想如何 那就 王爷 你的道歉我接受了 楚元梨整个人僵住了 又羞又闹 竟然被这个死女人耍了 惊风也震惊了 他刚才 听到了什么 又看到了什么 这一任王妃胆子也忒大了些 光明正大 戏耍王爷不说 嗨 还清天白日占王爷便宜 回味着刚才那一吻 我凤凌月兴奋的合不拢嘴 王妃 今天是遇到了什么高兴的事吗 其实本王妃调戏了你们王爷 调戏 春花 等王妃饿了 穿膳吧 是 春花去了厨房 不到一刻钟 春花两手空空而归 饭呢 王妃 膳房的人说 说今日没有给梧桐院准备膳食 所以奴婢什么也没拿到 不用猜也知道是谁的手笔 这楚原离不仅过分 还幼稚 竟然断她的梁 岂为这样就能难倒我吗 哼 离王府应该养了鸡吧 回王妃 王府的确养了不少鸡 王妃不会是想 带本王妃去 自己动手 风一足食 可是 要是王爷知道 会惩罚王妃的 本王妃偷偷去 就抓一只 没人会发现 快告诉本王妃 那些鸡养在哪里 王妃 都养在王府后山 知道了 你们俩不必跟着 本王妃自己去 不到一刻钟 凤凌月从梨洛院的外围 成功溜进了王府后山 隐藏在暗处的千流 便入了梨洛院 禀报了此事 楚原离听后 满腹狐疑的 上了梨洛院旁边的阁楼 她从金风手上 拿过千里眼 朝后山望去 就见凤凌月 正追着一只兔子 嘴里还念念有词 气死老娘了 跑 我看你跑到哪里去 今天我不考了你 我就不叫凤凌月 凤凌月 骂骂咧咧咧的 从流光灼里 拿出了几根银针 丝毫不拖泥大水的 将银针甩了出去 速度之快 站在阁楼上观望的 楚原离 没来得及出手 银针便击中了猎物 浅流 让你查的是如何了 主子 与之前一致 便未发现其他异常 侯府查不到更多消息 便从她的生母下手 还有 再查查她之前 与哪些男子接触过 是 主子 凤凌月 左手一只鸡 右手一只兔 偷摸摸地下了后山 刚走到梨洛院门口 碰到了楚原离 她下意识将鸡和兔 藏在背后 王爷好巧啊 你怎么在这里啊 你去哪儿了 弄成这副难看的模样 楚原离看了眼 她藏在背后的手 又皱眉打亮着她 我没去哪儿 王府的景色不错 随便逛逛 你手上拿着什么 没拿什么 刚刚她已经趁机 将鸡兔扔到了流光灼里 机智如她 楚原离看着女人 空空如也的手 心底错愕不已 她明明看到她 拎着猎物下山 怎的 一眨眼就不见了 身为黎王妃 你弄成这副模样 成何体统 还不给本王滚回去梳洗 再让本王看到你这副模样 家法处置 家法 凌王府还有家法呢 王爷 咱们家家法是什么 本王的话听见没有 又凶又小气 我瞎了眼才看上你 凶 小气 她眼瞎了吗 既然她在她心里 又凶又小气 那她便如了她的愿 清风 今后没有本王的命令 不得给梧桐院 任何闪失和阅历 对此毫不知情的女人 回到梧桐院 将鸡和兔从流光灼里 拿出来 进了院内的小厨房 开始杀鸡拨兔 春花和秋月打下手 不多时 梧桐院内飘出一阵阵的烤肉香 香得路过梧桐院的丫鬟小厮 都驻足观望 隔壁院子 梨洛院 正在看书的楚原梨 也闻到了这股香味 目光下意识朝梧桐院看了一眼 她吃过真羞无数 还从未闻到过 这种勾魂的香味 一旁清风咽了咽口水 忍不住平赞 王爷 好香的烤肉味啊 这香味好像是从王妃的院子里面传出来的 火多 滚 是 主子 王妃 王爷有令 不想见王妃 哦 这样啊 那你去告诉王爷 我要跟他和离 金风听到和离二字 心里着实吓了一跳 可想到主子交代的话 面上未显 王爷说了 暂时不想见王妃 不想见我 哪怕是与我和离都不愿意见我是吧 那好 王爷既然连剑都不愿意见我 那你去告诉王爷 我要 修了他 本王妃这就回去写修书 清风 修书到时候 还麻烦你交给王爷 修 修了王爷 这可不是和离那么简单的事 事关他家主子的颜面和离王府的颜面 清风刚想进院子禀报 就见楚原离推着轮椅出来 凤灵月 王爷 终于肯出来见我了 听说你想与本王和离 当他是什么人 他说和离就和离 还胆大包天的说 说要修了他 说 我和王爷本就没感情 还时不时惹王爷生气 既然王爷断我的梁 断我的阅历 就不想见到我 那我们和离好了 这样王爷以后 再也不用看到我这张讨厌的脸 本王不同意 不同意 王爷给我个理由 跟本王进来 楚原离并不想在院子外 谈论和离之事 物字推着轮椅 进了离洛院 好 凤灵月并非真心想要与他和离 只是逼他出来见他而已 乖乖跟着进了离洛院 王爷 说吧 为何不同意和离 凤灵月听到连续不断的咳嗽声 连忙起身绕过书岸 走到他旁边抓过手腕切脉 再碰到本王 本王剁了 剁了你的手 你以为我想碰你啊 咱们俩和离了 还有其他好男人等着我 你以为我稀罕 凤灵月 楚原离一把扼住他的手腕 冷肃地打断了他的话 想找其他男人 本王并不如你的愿 你以为我想走 你还能拦住我不成 本王不同意和离 你讨厌我不想看到我 为什么不同意 当离王府是什么地方 你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承诺本王 治疗本王的咳嗽 想因而无信 在我楚原离这里 只有丧妻 没有合理 王爷圣情留我 那我也不好服了王爷的心意 什么时候圣情留他 自作多强 既然王爷想让我做你的离王妃 是不是该给离王妃应有的荣光 哪有堂堂王妃没得吃没得钱花 要是我饿死了 就没有人给王爷治病了 你屡次冒犯本王 本王不该罚你吗 不就亲了几下吗 又不会少块肉 再说咱们是夫妻 有必要这么斤斤计较 王爷太小气了些 你 好好好 要是王爷不喜欢我亲你 以后我不亲了 凤凌月见他又一副要发怒的样子 不再逗他 是他着急的些 还得一步步来 省得把他逼急了又发病吐血 记住你今日说过的话 明日起 我便开始替王爷正式治疗科技 常规治疗是中药条理和针灸配合 需要一年左右的时间 这期间要用到不少的药材 其中不乏有许多名贵药材 王爷尽快派人采买 你的腿 我可以看看吗 可以 凤凌月蹲下 聊开他的衣摆 双手捏住他的小腿 轻轻按了几下 他下意识躲避了一下 怎么了 算了 今日不必再看 天色不走 你先回去 凤凌月狐疑的皱了皱眉 要是他没判断错 这男人根本没有腿疾 你吃内药 你吃内药多长时间了 此话何以 要是王爷信我 以后内药不要再吃了 再吃下去就真诚残废了 楚元里面色一变 他不仅能看出他的腿疾是装的 还知道造成腿疾是吃了药 这女人的医术 再一次令他诧异 药有问题 开始他以为是咳疾 致使他身体越来越差 没长想 是因为那药 药没问题 吃一两次可以 但是长期吃问题就严重了 记住 以后别吃了 你们看 是林王府的马车 对啊 林王府马车去的方向 好像是侯府啊 不 今日是林王妃回门之日 林王这是亲自陪林王妃回门吗 林王妃这是得了林王处案 凤大小姐不愧是皇城第一美人 众人你一句我一句 讨论得十分激烈 车厢内 凤凌月好奇的想伸手去掀车帘 欣赏欣赏古代繁华大街是什么样子 被楚元里一把拉了回来 记住 你是黎王妃 在外注意自己的遗态 我就随便瞧瞧 这都不行 不行 小气鬼 马车停在侯府门口 凤凌月和楚元梨 一前一后下了车 却发现侯府大门紧闭 门口连个看门的人都没有 处元梨脸色已黑透 看了京风一眼 京风立即上前 连门都没敲 直接上脚把侯府大门踹了个大窟窿 黎王府办事风格都是这样吗 看上去好霸气 跟我有的一拼 王爷王妃 请 凤凌月这才推着楚元梨进了侯府 黎王大驾光临 本侯有失远迎 还请黎王恕罪 臣妇奉承事 参见黎王殿下 本王俊不知侯府的人 引神不好 连本王的王妃都看不见 凤苍穹闻言 他怎么不知道 楚元梨的言外之意 一切曲解楚元梨的意思 凌月 还处在那里做什么呀 还不请王爷进去 京风 既然有些人眼神不好 本王觉得那眼珠 留在眼眶里有些多余了 京风霸气走上前 按住腰间的佩剑 跃跃欲试 凤苍穹气得胡子一抽 站在一旁的城市 偷偷扯了扯凤苍穹的衣袖 参见黎王妃 参见黎王妃 又朝凤浩衍和凤芷柔 偷偷使了个眼色 两人才不情不愿地 给凤凌月行了一礼 都是一家人 免礼吧 见凤父等人气得脸色 轻一阵红一阵 凤凌月心里别提多爽了 父亲 为何我嫁入黎王府 抬到黎王府的 是一百四十台空箱子 王爷的聘礼和我的嫁妆 为何都不翼而飞了 凤苍穹眼底 一抹心虚一闪而逝 这些箱子你新婚当日 为父亲自派人 抬上王府马车的 怎么可能是空箱子呀 哦 是吗 如果父亲不知道 那我只好问城夫人了 夫人是城府主母 这些事向来都是 夫人一手操持的 凌月 你出嫁时的嫁妆 确实是母亲准备的 至于为何是空箱子 母亲也不知啊 不知 一句不知就把我给打翻了 城市被凤凌月 嚣张的语气给惊了一下 她从前可不会 向今日这般顶嘴 哪次不是她 说什么就是什么 这贱人 怎么嫁到黎王府就变了 领月 嫁妆抬出府时 黎王府的人也在 并无任何问题 难道你觉得 是母亲搞的鬼 难道不是吗 新婚前一日 我千儿听到父亲 和城夫人商量 如何苛扣下 王爷给我的聘礼 还打算用空箱子 来充当嫁妆 才不过三日的时间 这就忘了 胡说 为父怎么可能 做出那种事 领月 你 你怎么能这么像母亲 和你父亲呢 你是我们的孩子 我们自然希望 你嫁入黎王府 能过得更好 怎么会苛扣你的聘礼呢 凤凌月 下意识摸了摸 被凤浩妍 打破了的后脑勺 冷笑了声 真是好笑 我头上的伤 可清楚地提醒着我 父亲和城夫人 是如何合谋 要扣下我的聘礼 还说那些聘礼 就该是放纸柔的 我配不上 敢作不敢认 难道想让我 将那日听到的话 当着王爷的面 回忆一遍 楚元离侧头 目光落在女人 摸着后脑勺的小手上 他没想到 新婚前一日 他竟被自己的母家 如此对待 心里有些不适滋味 凤凌月 你胡说什么 父亲和母亲 怎么可能做出那种事 你才加入凌王府 不过三日 有了凌王殿下撑腰 你就如此无名 父亲母亲 你真是大念不道 亏得父亲和母亲 凭着那么疼爱你 还给你背了足足三十二台 你算什么东西 竟敢用这种语气 跟本王妃说话 凤凌月 你竟敢打柔儿 你找死 颜儿 你个孽障 竟然大庭广众之下 对你大哥和二妹妹动手 你真是反了天了 别以为嫁人了 为父就不能收拾你 今日为父 打不死你个孽障 话落 将缠在腰上的 三尺长鞭拿了出来 刚扬出去 被一只骨节分明的 大手给接住了 凤侯 当着本王的面 打本王的王妃 凤侯可就不得了 将本王放在眼里 王爷 凌月虽然成了黎王妃 但怎么说也是 本侯的亲生女儿 父亲教训女儿 天经地义 王爷是不是 过于偏心了一些 刚刚本王看得清楚 听得清楚 是王妃所谓的 二妹妹先出言不讯 再是所谓的大哥 扬言要她死 她只不过是 随便教训了一下 何以惹怒凤侯 何以让凤侯下杀手 要打死本王的王妃呢 到底是本王偏心 还是凤侯偏心 凤凌月看着 为她抽头的男人 顿时觉得她好帅 王爷 柔儿刚刚 不过是为臣妇和侯爷辩解 说话着急了些 可 可离王妃下手 未免也太狠了 凤侯 为父看在王爷的面子上 不予计较 只要你跟柔儿和眼儿 道个歉 这事就翻篇了 道歉 你是不是老糊涂了 本王妃才打了她一巴掌而已 你说什么 凤苍穹难以置信 原来凤依月从不忤逆她 也不会这么强势 而今有了黎王府撑腰 连她这个父亲都不放在眼里 耽误了那么久 本王妃也不想跟你们说多废话 今日本王妃回来 只为一件事 那就是拿回属于 本王妃的聘礼和嫁妆 你带着所有侍卫以及木箱 将单子上的东西都拿回来 记住 你一件都不能少 是 王妃 大家抬上箱子 跟我来 京风 要是有人敢阻拦 直接动手 砍不死 算本王妃的 是 王妃 京风看到凤凌月干净利落 大气十足的样子 心里默默对她产生了一丝钦佩 凤凌月 本侯生你养你 你竟然带人洗劫侯府 你当真是忘恩负义 本侯怎么生了你这么个逆女啊 洗劫侯府 凤侯爷能做出苛扣七生女儿嫁妆和聘礼的事 让七生女儿带着一百四十个空箱子 嫁入夫家丢脸 现在我不过是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 你倒说我洗劫侯府 凤侯爷的脸皮 堪比城墙 我真是佩服佩服 玄珠怎么摊伤了这么个父亲 我真是活久见 你 你 不多时 李虎带着侍卫和箱子到的前院 又让侍卫将箱子全部抬到了门口的马车上 王爷王妃 礼丹上的东西都在侯府府库 老奴全部装香 王爷 既然咱们的东西都拿回来了 也没必要多待 咱们回府 好 楚元李微微高沉 不知为何 看到凤凌月所做的一切 她心里莫名有一丝高兴 你头上的伤 没事了 捉不疼是假的 挨了重重两下 第二下还直接将元主送上了西天 就元主这柔弱的小身宝 得至少养半个月才可以痊愈 允賢在侯府经常受委屈 你 你这是在关心我 随口一问 怎么可能关心她 自作多情 嫁给你之前 我过得可辛苦可委屈了 生母早亡 没多久父亲 便将养在外面的女人带了回来 抬成了正妻 从此之后 我成了没爹疼没娘爱的孩子 父亲偏爱城市的两个孩子 凤浩衍和凤芝柔 被宠得有恃无恐 经常欺负我 动不动就找我麻烦 陷害我 所以后来啊 只要出了事 父亲第一个怀疑的就是我 常发我归祠堂 还动不动打我鞭子 说到这儿 将自己的衣袖给撸了起来 一小节如葱似玉的手臂上 有两条交错的边痕 虽然很淡 但是很刺眼 楚元梨眸光波动了一下 黑暗无底的眼眸中 似乎有很多情绪交错而过 风凛月将衣袖放下 偷偷观察着 楚元梨的神色 这个男人 好像不似传闻中 那么凶残暴力 那些好像挺柔软的 要是能博取他的同情 以为楚元梨会说一些 关心他的话 没成想 他已经收回目光 闭目养神 我刚刚说的还不够惨吗 要不要再加点料 马车忽然停了下来 怎么回事 主子 王妃 刚刚迎面差点撞上了 五皇子的马车 所以紧急停了下来 五皇子 凤凌月下意识咕噜了句 楚元梨眸光锋利的 落在凤凌月脸上 遇到自己曾动过心的男人 这就要露出本性了吗 九皇叔 刚刚云轩的马儿兽精 冲撞了皇叔 还请皇叔勿怪 本王无问 就是 楚元梨邪腻了眼凤凌月 发现他的目光 一直游溢在楚云轩身上 心中莫名烦躁 本王的王妃受到了惊吓 王爷我没事没吓到 楚元梨一张俊逸容颜 立刻阴沉得比墨汁还黑 果然 心上人就是心上人 竟敢当众忤逆他的话 既然王妃未受惊 此事便算了 清风 回府 你下车 本王 本王不想看到你 本王不想看到你 你的可及 本王的话听不懂吗 是想让本王将你忍出去啊 我走 我走行了吧 水人脑子有大病 莫名其妙 老年还不伺候了 回府 凤凌月看着远去的马车 不想看到她是吧 她还不稀罕回那什么破梨王府 当什么破梨王妃 凤凌月漫无目的地在大街上逛了起来 喜欢这个 包起来吧 好嘞 公子 楚云轩接过木盒 递到凤凌月面前 凌月 送给你 凤凌月被楚云轩的一番骚操作给惊到了 要是她没记错的话 园主的确偷偷暗恋着五皇子楚云轩 但从前楚云轩对园主爱搭不理 反而对凤指柔无比温柔 今日是怎么回事 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 我不喜欢 凤凌月直言拒绝 然后转身准备离开 楚云轩快步拦在了她面前 凌月 我有几句话想要跟你说 我不想听 凌月 我刚才看到皇叔把你赶下车 五皇子 男女受受不亲 你这般有伤风化 还有 我现在是你的长辈 直呼长辈的名字 实属不妥 你嫁给他过得不好 怎么不跟我说呀 五皇子 敢问咱俩是什么关系啊 我过得怎么样 为什么要告诉你 你从前 喜欢我三个字 楚云轩实在说不出口 我知道你并不想要嫁给九皇叔 倘若你愿意 谁说我不想嫁 五皇子 以前我可能是喜欢过你 但那都是从前的事 现在我已经嫁人 还请五皇子自重 不要骚扰我 再见 否则 他就直接动手了 严宝 三步并两步快速离开了 王爷自回府之后 一直咳嗽不止 王妃医术精湛 还请王妃回府替王爷诊治 王爷亲口说不想看到我 我现在回去 岂不是让他病情更严重 府里不是有一位府医吗 让他去这不就行了 这 王妃 属下恳请王妃回去看看王爷 王爷他 他回来咳了不少的血 情况十分严重 你这是做什么 赶紧起来 王妃 属下有件事想要告诉王妃 今日主子把王妃赶下车 便让属下暗中跟着王妃 属下看到王妃和五皇子在一起 回去就把这事告诉了主子 主子很生气 吐了好几回血 似王妃气愤离腐 主子谁也不见 也不让人医治 一直把自己关在房里 属下实在是没办法 只能来求助王妃 你刚刚说 他是因为知道我和五皇子在一起 才生气发病的 是 怎么可能 明明在干我下车之前 就莫名其妙生气了 不对 一开始还好好的 可楚云轩的出现 楚云离是因为吃楚云轩的醋菜 我现在给你回去 不多时 回到黎王府 黎洛院 金风守在寝房外 房内的咳嗽声就没有停过 王妃 主子他 金风话未说完 凤凌月已经推门进去了 看到地上扔的一块沾染了血迹的丝帕 楚云离 不是跟你说过不能动怒吗 你怎么一点都不听话 你来做什么 不知为何 楚云离感觉自己 竟有些开心 王爷是不是只会说这句话 我回来还能做什么 自然是为王爷治病 楚云离 咱们现在还是夫妻 一日夫妻百日恩 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你渴死 谁跟你是夫妻 我是你明媚正确的黎王妃 你不想跟我做夫妻 难道你希望我跟别的男人做夫妻 你敢 真是个口是心非的男人 衣服是自己脱还是我来 你 你不知羞耻 王爷 我是医者 医者眼里不分男女 我说脱衣服只是单纯的给王爷治病 并无任何其他非分之想 王爷说我不知羞耻 只能说明王爷自己想歪了 不许胡乱摸本王 好好好 我不乱摸 你自己把衣服脱了 我替你针灸 说完 低头拿起一根银针 抬头见楚源离还没有任何动作 愣着做什么 难不成想让我亲自动手 咳咳咳咳 如玉片刻才慢条丝里 解开腰带 褪去自己的上衣 男人紧实健硕的胸膛 和线条流畅的腹肌 再次出现在凤灵月的眼里 他没出息地咽了咽口水 胸肌发达 腹肌强悍 平时没少练呢 楚源离脸色一变 眉宇间渐渐露出凶狠的神色 凤灵月 小气鬼 凤灵月白了他一眼 故意伸出一只手 搭在他的胸肌上 另一只手 稳稳地将银针落下 别动 杀错了就完蛋了 此话一落地 凤灵月似乎能听到 某人磨牙的声音 楚源离脸眸 落在被女人小手覆盖的地方 只觉得浑身的血液都涌上头顶 不仅整张脸爆红 连呼吸也逐渐重了起来 整个过程不过才持续了不到半刻钟 对于楚源离而言 像是过了三秋五载 凤灵月还头一瞧 就见楚源离脸色飞红 一直延伸到脖子 耳根 额角也布满了细汗 你怎么出这么多汗 就算是再害羞 也没这么夸张吧 再说 他只不过是摸了一下 他的胸肌而已 仅此而已 一刻钟内不要乱动 本王讨厌别人亲近 我只是想替你擦汗而已 再说 我是你的妻子 不是别人 至此一次 下不为例 楚源离 药菜准备得怎么样了 三日 知道了 想要你的咳肌好得更快 脾气一定要控制 不要动不动就生气 楚源离没说话 娶这女人之前 她脾气再无法控制 也不会被气吐血 可娶了这女人之后 不过三日时间 她的咳肌已经发作三次 而且刺刺吐血 楚源离 我和五皇子 真的一点关系都没有 今日在大街上碰到 是她莫名其妙找上了我 还莫名其妙 要送我朱差 不过朱差我没说 我也警告她 不要再来骚扰我了 不管你信不信 我对你说的话都是真的 没有骗你 跟本王解释这些做什么 楚源离嘴上不在意 但听到女人的解释 她感觉自己的心情 也跟着好了不少 你不是因为五皇子 才生我的气吗 难道千流骗了我 楚源离压根 就不是因为吃醋才 不是 那你为何生气 还把我赶下车 在遇到五皇子之前 我可没有惹你不开心 当着本王的面 直勾勾地盯着其他男人 你当本王是死的吗 记住你的身份 胆敢再犯 本王不介意轻手 挖了你的眼珠 因为我看了他 你吃醋了 本王说的还不够清楚吗 他怎么可能吃醋 哦 可恶的千流 竟然骗他 时辰到了 帮本王拔针 凤凌月荡荡回应后 将所有的银针 拔下消毒 收回针包 王妃 永宁侯府来人 正在门外等候 王妃要不要见呀 侯府来人做什么 有说来意吗 来人只说凤侯 让王妃尽早回去 事关王妃的母亲 事关元主的母亲 她不是死了很多年吗 这侯府 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飞车 等王妃去侯府走一走 是 清风 你跟着王妃 必要是直接动手 是 主子 府门踹开 王妃请 凤凌月 你是不是有病啊 以为当上了黎王妃 就可以为妃作胆 肆意伤人了 你才有病 凤凌月翻了个白眼 懒得大力凤浩衍 绕道而走 入了正厅之后 凤凌月直接走到了 上尉座下 本王妃的耐心有限 程夫人找本王妃来 所为何事 压怀把一个 蓬头垢面的女人 拖了上来 女人有些疯疯癫癫 看到凤凌月的那一刻 吓得瞳孔骤然放大 嘴里还大喊着 鬼 鬼啊 她是 她是你生母的贴身婢女 柴氏 她是你生母最信任的婢女 只可惜 你母亲死后她便疯了 程夫人 本王妃说了 不喜欢拐弯抹角 到底什么目的 直说 你不是一直想知道 你母亲的身世吗 这世上只有柴氏知道 本夫人用她 跟你谈笔交易 哦 什么条件 本夫人有三个条件 第一是聘礼一事 既然聘礼 已经被林王府抬走 本夫人希望这件事 就此结果 第二个条件 有关柔儿的婚事 林王深得太后宠爱 本夫人希望李王 能让太后给柔儿 和五皇子赐婚 第三个条件 依旧有关柔儿 将来柔儿嫁人 柔儿的嫁妆 本夫人要李王府来出 只要你答应 柴氏便可以带走 程夫人 你莫不是在开玩笑 一个柴氏就想换 凤芷柔的婚事和嫁妆 是你脸大还是他脸大 难道你不想知道 自己生母的身世 不想 倘若加上你生母的下落 如何 原主的生母还活着 那当年暴婢而亡的女人是谁 是谁偷梁换柱 城市又是如何得知 原主生母没死 正了一下后 她面色恢复淡然 连抬都不曾抬一眼 哦 我不感兴趣 你 啥也喝了 话也谈完了 柴氏 本王妃便带走了 京风 进来 凤灵月 你 你 她不是从未连过武功吗 来人 来人哪 把他们 给本夫人抓起来 京风 把她带走 京风直接朝柴氏的后颈 劈了一下 柴氏晕了过去 又一把将她扛在肩上 都给本夫人一起上 寡不敌众 她不信 两个人可以打得过一群人 凤灵月 你还把不把侯府放在眼里了 别以为父亲现在不在府上 你就可以肆无忌惮了 你要是现在跟母亲道歉 我可以考虑不把这事告诉父亲 否则以后 你别想着踏入侯府半步 哦 凤大少爷这话 正是本王妃心中所想 既然不让本王妃再踏入侯府一步 本王妃必说到做到 京风 咱们走 是 王妃 凤浩衍没想到 凤灵月不受威胁 被掖得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最终 程氏和凤浩衍 只能眼睁睁看着凤灵月 带着京风和柴氏 离开侯府 母亲 凤灵月今日此举实在过分 咱们一定要告诉父亲 让父亲做主 母亲先别生气了 大哥 你们有没有发现 凤灵月自从嫁入离王府 就像是变了个人 侄儿怀疑 凤灵月根本就不是之前的凤灵月 恐怕是 是招了什么不好的东西 以前的凤灵月 唯唯诺诺 胆子小得很 从不敢忤逆他们母子三人 怎么可能呢 她现在就说 仗着有离王府撑腰 才变得如此大逆不道 侄儿说得不错 要说 她气势强硬了 或许是因为有离王府 给她撑腰 可是昨日 轻松就让大哥 手腕受那么严重的伤 并不是之前 那个凤灵月可以做到的 所以我敢肯定 现在的凤灵月 绝不是从前那个凤灵月 按柔儿的说法 那凤灵月的确有问题 就是真招了 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那咱们 这事母亲去办 王妃 您这是 给王爷送饭啊 王妃稍后 属下来去禀报一声 离这么近又没有关门 还禀报啥 楚延离 我要给你送饭了 现在可以进去吗 进来 无视线殷勤 非奸即盗 她倒想看看 这女人又要耍什么小心思 凤灵月将食盒里的饭菜 拿出来 一一摆好 王爷 这些都是我亲手做的 屋里有厨子 你下厨做什么 为自己的夫君下厨 还需要什么理由吗 我听说你口味比较清淡 不喜油腻 特意用了少油少盐的做法 你快尝尝 你到底想做什么 她可不信 这女人只是单纯的为她下厨 难不成换了个方式勾引她 我没其他意思 就是想感谢你上午 让京风陪我回猴府 还有呢 她有这么好心 还有就是 我想讨好你 让你早些爱上我 口不择言 不知凶事 那你到底要不要吃 不吃的话 不让人 撤了二字还没说出口 就见楚元梨已经拾起筷子 慢条丝里吃了起来 可合你的口味 凑合 不得不说 这菜的味道比府上厨子做的要好 凤凌月看到楚元梨吃了不少 心底暗暗复飞 口是心扉的男人 明明喜欢吃还死不成人 想要 老娘就不信搞不定你 王妃 凤四小姐求见 凤四小姐 那就是凤香香了 园主在侯府时 与凤香香来往很少 她怎么来了 让她去正厅等着吧 王爷 我先去见我四妹了 对了 晚上你想吃什么 让京风告诉我 我做给你吃 楚元梨目光追随着那抹俏丽的小身影 若有所思 四妹突然来找本王妃 有什么重要的事 凤香香听到二姐说 说姐姐变了个人 说姐姐不是从前的姐姐 是招了不干净的东西 母亲和大哥他们还商量着要对付姐姐 恐怕她上门的目的不简单 凤香香她一上门告知姐姐 是不想姐姐被母亲那么白白害死 知道了 有事想求本王妃的话 起来再说 凤香香前姐姐 救救小娘 你小娘怎么了 前日 父亲亲眼撞见了小娘与人苟合 父亲一气之下 将小娘打成终伤 还把小娘关了起来 小娘绝不会做出背叛父亲的事 一定是有人陷害 我去求了父亲 可父亲不愿意见我 还说要将小娘发卖出去 甚至怀疑我不是父亲的亲手血脉 我没有办法 只能来求助姐姐 求姐姐救救我小娘 捉肩在床 恐怕无能为力 求林王妃姐姐救救小娘 小娘受了很重的伤 要是 那小娘真的会没命的 只要姐姐救出小娘 想想做牛做马 抱打姐姐 求求姐姐 你别哭了 起来再说 姐姐 我在侯府地位卑微 说话也没有分量 更不得父亲疼爱 实在没办法再来求姐姐 你先详细说说当时的情况 具体的事我也不知道 等我知道的时候 小娘已经被父亲关了起来 你小娘关在哪里啊 关在暗牢里 暗牢只有父亲才有要事 暗牢在哪里 父亲院子里有一座假山 假山就是进入暗牢的大门 看在你告知 程夫人要暗害本王妃一事的份上 本王妃答应 替你救出你小娘 多谢姐姐救命之恩 象象今后 你全马以报 凤凌月没再说什么 派人将凤香香送出了府 随后去了梨洛院 凤凌月将这件事 如实告诉了楚元梨 晚上能把京风 或者千流借我用一下吗 不行 小气鬼 王爷你最好了 只见我一个时辰 说话正常一点 他实在受不了这声音 浑身直起鸡皮疙瘩 王爷 两人大眼瞪小眼 呼吸瞬间交织到了一起 不止楚元梨脸颊微红 凤凌月雪白的小脸 也爬上两朵红韵 土元梨心口一惊 顿时生出一丝后悔之意 王爷你干嘛推我 疼死我了 我都疼得站不起来了 起来 小手慢慢搭载男人的掌心 有便宜不占是傻子 他立刻双手环上男人的脖梗 将他紧紧抱住 楚元梨整个人一将 胸口感受到女人的温热和柔软 王爷好疼啊 我好像崴到脚了 啊 屁股疼 脚也好疼 啊 不能动了 掀起来 本王让思云帮你 提起不来 一动就疼 楚元梨明显感觉到 女人将自己抱得更紧 那一抹柔软的触感愈发明显 浑身的血液都快沸腾起来 再这样下去 他怕自己的身体会产生其他异样 先松开 本王 本王抱你回去 凤凌月文言 眸光一亮 但语气依旧委屈巴巴 好吧 王爷要轻一点 不要碰到我的伤 凤凌月可不想错过这一次来之不易的机会 全城都在喊疼 楚元梨被女人的声音弄得慌乱的不行 楚元梨抱着凤凌月走出书房的时候 惊风目瞪口呆 王爷和王妃这是 楚元梨 你长得真好看 是我见过最好看的男人 你的喜好就是看男人长得好不好看 他从未觉得自己这副皮囊好看 更何况他另外半张脸 倘若这女人看到了她的真实容貌 她一定不会觉得她是最好看的 甚至 还会像其他人一样厌恶她的皮囊 我是那么肤浅的人吗 就算肤浅 也只对你楚元梨一人肤浅 这女人谎话还真是幸苦年来 想必对曾经的十余个男人也说过同样的话 想到此 楚元梨莫名有些烦躁 还有些生气 回到梧桐院 春花秋月看到王爷抱着王妃静的请房 失去的把房间给关上了 楚元梨见他疼得不行 好看的见眉微醋 本王让思云来 楚元梨 你能不能不要在我面前提思云思云 我不想听到这个名字 他难道忘记了 他是个医师 是个比思云医术高超的医师 非要反复在他面前提起他的情敌 他很不爽的好不好 既然你不需要 本王先走了 华碧转身离开 没良心的男人 弄伤人家 连句道歉都没有 疼死我了 楚元梨一听到女人的话 顿住了脚步 他已经将他亲自抱了回来 竟然觉得他没良心 这男人的心 一定是铁打的 我都已经装柔弱装可怜了 他竟一点怜向西域之心都没有 老天爷呀 到底要怎么才能攻略这座大冰山 那女人带着伤害早去救人 她疯了吗 凤灵月已经来到了侯府后门的墙根下 环市四周 确认没有路人后 以行云流水的速度 攀上了府墙 身后就传来一道陈词有力的嗓音 凤灵月 跑下一滑 朝着墙内侧栽了下去 整个人跌入了一个温热结实 非常有安全感的怀抱 你怎么来了 我刚进去 你把我弄出来做什么 放我下来 别动 未经本王允许 夜闯侯府要是被抓了 丢的是黎王府和本王的颜面 你也太小看我了 就算被发现 我也有一百种方法脱身 据本王所知 永灵侯府敌千金并不会舞 更不会医术 派妃翻墙这么熟练 是不是该向本王解释一下 这个 凤灵月飞速转动大脑 思索着一个让人更容易幸福的理由 王爷 我不是跟你说过 我在侯府过得不好吗 王爷亲眼见到 我被父亲和继母 还有兄弟姐妹 如何对待 严至此 他心雨落泪般咬着下唇 水眸闪闪的盯着楚原梨 为了在明争暗斗的侯府生存下去 我只能偷偷让自己变得强大起来 不然的话 我哪还有机会成为李王妃 哪还有机会得到王爷的庇护 撒谎 我没有撒谎 我没有内力 王爷是知道的 我只学了一些三脚猫的防身功夫 至于医术 都是我夜以继日看医书学来的 他演技这么高潮 就不信搞不定楚原梨 望着女人脸上晶莹剔透的泪痕 楚原梨心中似有一些动容 他为何会与从前的凤明月 截然不同 赞不得而知 可他在侯府过得不好 的确是事实 王爷 我知道我变得与从前不同 引起了王爷的怀疑 可能是因为我嫁给了王爷 有王爷的庇护 我不想再唯唯诺诺 我想做最真实的自己 王爷 信我好不好 跟本王回复 他没说信 也没说不信 我向来一顿千金 答应凤香香救出他小娘 我必须去救 所以 现在不能跟王爷回府 回府 这女人傻的时候 是真的傻 两颗装就好了 本王的话不管用了 王爷 你怎么老爱救人一灵 本王的耐心有限度 好吧 那我跟王爷回去 画壁 故意扶着暂时感受不到 疼痛的尾锥骨 朝着黎王府的方向走去 楚原离开的女人 一言难尽的走路姿势 眉骨狠狠跳了跳 千流 千流 侯府暗楼 就薛氏 是 千流得令 嗖了一下 跳入了侯府 本王让千流去的 为这女人破例 她一定是疯了 王爷 你读我真好 一日清早 凤凌月用早膳时 经风进梧桐院禀报 王妃 薛氏已救出 现安置在化桐院 知道了 薛姨娘 凤香香拜托 本王妃救你一命 香香让你来救我的 本王妃只负责 叫你救出来 至于要如何洗刷 你与人苟合的罪名 本王妃无能为力 等你身上的伤痊愈 便离开黎王府 有什么需要 跟这两个丫鬟说 当然 本王妃 从不做没有益处的事 你欠本王妃一份恩情 到时候是你来还 还是凤香香来还 都可以 至于是什么 本王妃需要的时候 会找你们娘俩 好 王爷 这位是 凤玉恒见过李王妃 你好 我是凤凌月 没想到咱们就是同姓 说不定五百年前 咱是一家人呢 凤玉恒温絮的目光 落在女人白皙精致的小手上 有一丝诧异 园梨这位小王妃 倒是与众不同啊 楚园梨一把扯过凤玉月的手 男女受手不见的道理不懂吗 这女人当真是一貌全惯乱 看到稍微好看一点的男人 就恨不得把眼珠子贴在男人身手 当着我的面 勾引别的男人 丝毫不把我放在眼里啊 可恶 王爷 听我狡辩 呸 听我解释 狡辩 哼 王爷 我见这位公子与王爷 关系甚好 所以稍微热情了些 一时忘了规矩 是我的错 凤玉月扯着楚园梨的衣袖晃了晃 王爷就原谅我这次好不好 以后绝不再犯 楚园梨哪里受得了女人这般撒娇的攻势 在她扯着她衣袖的那一刻 耳间又敲磨红了 浑身不自在 笑不为力 园梨 难得见你妥协 看来 楚园梨冷冷地叨了凤玉恒一眼 凤玉恒把后面的话给咽了回去 王爷 我给你做了饭菜 是笑完这盘棋吃还是现在吃 本王再是不饿 楚园梨一举直起一粒黑子 刚打算放下 就被凤玲月给阻止了 王爷 下那里你就输了 观其不语 小王妃对此局也感兴趣吗 王爷说 观其不语 玉恒 该你了 小王妃觉得这白子该落在哪里 凤玲月下意识看向楚园梨 就对上男人阴瑟瑟的眼神 原想脱口而出自己心中所想 但顾及到自家男人的面子 我是王爷的人 自然站在王爷这边 所以贤公子自己存多吧 楚园梨脸色稍微缓和了些 楚园梨 该你了 楚园梨皱了皱眉 刚才那一黑子的确如凤玲月所言 是死路 既然爱妃感兴趣 本王倒想见识一下爱妃的奇异了 王爷 我要是帮你赢了这局 有没有奖励 可以 什么奖励都可以吗 嗯 凤玲月狡黠一笑 利落将黑子落下 恒公子 请 凤玉恒指白子 私存两球之后才落下一子 去见凤玲月连想都没想 再一次落下黑子 此子一落以一目半淫的该局 破了残局 小王妃奇异惊 凤玉恒书的心服口服 其实啊 这是非常经典的一个残局 要是白子先落在这里 此局就已经结束了 刚刚王爷要是把黑子落在这里 那么黑子就赢了 其实黑白子实力相当 就看谁先愿意 置之死地而后生 谁就是最后的赢家 一番话 醍醐灌顶 楚元梨和凤玉恒都恍然 原来他们一直为窥破的玄机 其实这么简单 今日凤某受教 以后若有机会 能不能和小王妃切磋切磋 当然可以啊 王爷 我赢了此局 是不是该兑现奖励了 想要什么 轻微一下 你 楚元梨眸色一沉 脸颊不可察觉的泛红 这女人 光天化日子 简直不知宿事 凤玉恒听到这胆大之词 也没忍住 握拳在嘴边咳了一声 刚才可是王爷自己答应的 都说君子一言四马难追 你说话不算数 欺骗我感情 横公子 你刚才肯定也听到了王爷的亲口语诺 是不是 他能说自己什么也没听到吗 那个 元梨 我忽然想起来还有事 下次再解锁 回来 王爷言而无信 我不回去 楚元梨 得寸进尺 他刚刚就不该让他回来 见男人迟迟不动 凤玉恒挪了挪嘴 王爷又骗我 刚刚是你先主动轻我 所以我才亲你的 而且我们本来就是夫妻 你不会介意吧 被亲的面红耳赤的楚元梨 终于被女人的声音 拉回了游离的神志 本王饿了 还不过来伺候 刚巧他也很饿 食盒里的饭菜拿出来 一一摆好 凤玲月先盛了一碗百合白梨粥 递给楚元梨 这粥是我特意做的 只可润肺 你先吃吃看合不合胃口 好 他拾起汤勺 浅尝了一小口 他不喜甜食 平日半分都不碰 但是这一道百合白梨粥下腹 却让他讨厌不起来 这粥 你加的什么用 就加了几种清非润造的药 我怕你喝不惯 挑选的都是味道比较轻的药 合不合胃口 要是不喜欢 我到时候再换其他的 再来一碗 凤玲月吃了一声 这男人真是傲娇到不行 说一句喜欢吃会死 春花秋月 安宁城最热闹的是哪条街 带宝王妃去逛逛 王妃 城中最大也最热闹的一条街 是东陵大街 王妃 这东陵大街长八百里 街上最有名的酒楼 谈校间三人已经来到了 东陵大街最大的一家衣馆 济世堂门前 来看病的人很多 凤玲月站在门外 就见队伍一直排到衣馆 隔壁的隔壁的隔壁 大致了解一番后 凤玲月刚走到二楼楼梯口 就听到一内奸传来男人的哭喊声 陈大夫 求求你一定要保住我夫人的性命啊 唉 太儿太大 加上难产 送来的时间太晚 恕老夫无能为力 你有什么话 赶紧交代吧 唉 哈宁 是 是我不好 是我的错 哈宁 是我害了你啊 别哭 此时能嫁于怀哥哥 是阿宁的福气 阿宁不后悔 凤玲月犹豫了很久 还是闯进了房间 或许我可以救她 你 你 男人拟了半天 也没有说出想说的话 我学过医术 要是你信得过我 我尽力保住你夫人和两个孩子 再拖下去 恐怕无力回天 姑娘 我 我信 我信 还请姑娘一定要保住我夫人的性命 一定要先保大呀 啊 你们先出去 是是是 我这就出去 男人连滚带爬地出了房间 神奇见男人答应了 也不好再说什么 跟着出了房间 阿宁夫人 你的两个孩子太大 太胃不正 我必须把你的肚子剖开 把孩子娶出来 听上去匪于所思 但这是唯一的办法 如果可以 我现在就开始 阿宁惊恐地荡大眼珠 难以置信地看着凤玲月 但想到自己这个孩子来之不易 犹豫了一下木讷的点头 我可以 如果有危险 我希望姑娘可以保下我的孩子 我会尽力保住你们娘撒 这位公子 你夫人和孩子没事了 好 多谢姑娘 我救治你夫人的方式比较特殊 还希望你听后不要太惊讶 到底是什么方式呢 想必陈大夫 听说过剖腹取子的方式吧 泡 泡腹 确实可以泡腹取子 但姑娘是如何保住产妇性命的 其实掌握手法 避免产妇大出血就能做到 娶出孩子后 再利用特殊手法将肚子缝合 产妇的性命便能保住 公子 你夫人待会儿醒来伤口会疼 是正常情况 只要好好休养 伤口会慢慢痊愈 过几日 如果她能下地行走 你记得让她多走动走动 有利于伤口恢复 记住了 姑娘 不知姑娘方明 等夫人身体痊愈 一定上门拜谢 凤一 凤凌月随意胡邹了一个名字 救人一命 胜造七级浮屠 道谢就不必了 在下无情山庄庄主 洛艳怀 这是我夫人陆雪宁 多谢凤一姑娘救命之恩 接着 从怀里掏出一块月牙玉佩 递给凤凌月 姑娘大恩无意为报 以后姑娘若有需要 拿此令牌来无情山庄 洛某人必定赴汤蹈火 以报深恩 好 在江湖上混 多一个朋友多条路 凤凌月也没客气 拿过令牌 我便不给洛庄主客气了 我还有事 不多讨扰了 陈奇看着凤凌月离开的背影 眼底闪过一丝遗憾 凤凌月出了济世堂 春花秋月迎了上来 王妻 王妻 怎么进去那么久 要是王妻再不出来 我跟春花就要进去寻人了 我没事 凤凌月的视线 落在斜对面的一家成衣店上 走 我们去那里看看 千流 你怎么来了 王爷她发病了 请王妻马上随属下回府 好 赶紧走 怎么她才出来不到半日 楚元离就发病了 王爷怎么会突然发病 这个 王妻回府便知 见凤凌月步伐太慢 千流忽然停住脚步 一把抓上了凤凌月的胳膊 王妻 王爷便情危急 属下得罪了 啊 千流 你 你这是 动手也不告诉我一声 差点吓死我 惊吓到王妃 是属下的错 属下担心王爷的病情 所以才 本王妃胆子还没那么小 只是 下次动手之前 先告诉本王妃一声 让本王妃 有个心理准备 凤凌月见千流 露出的上半张脸颊 微微泛红 心底轻泽了一下 古代人好容易害羞 离落院里 金峰和思云剑拔弩张 不知道在说些什么 看到思云 凤凌月算是知道 楚元梨为什么发病了 眼下也管不了那么多 拔开腿就进了寝房 楚元梨锦合双眸 躺在床上 面色苍白的 一点血色都没有 她坐到床边 忙抓起男人的手腕切脉 脉象微弱 气血逆行 是气急攻心导致 这男人的脾气 还真是差到了极致 也不知道思云到底做了什么 把她气成这样 这般想着 已经麻利的从流光灼里 拿出了医疗室 她打算趁着这次机会 给她做一个全面检查 以及详细的肺部CT 半个钟头之后 所有检查全部做好 现在只等报告打印出来 就能知道她的肺部 到底长了什么东西 适不适合做手术 凤宁月将医疗室收起来 把楚元梨扛回了床榻上 男人缓缓睁开了眼 感受到身上 有一双小手游离 本能地伸手抓住 看清床前的小人 是凤宁月 出园梨房辈的心理 才渐渐疏解 你不是出府了吗 你发病了 千流去找我 我这不就回来了吗 你救的本王 想要什么可以跟本王提 忽然想起上午之事 她快速补充一句 珠宝首饰 房屋地铲 或者古文字画 福库里有很多 让黎虎淡去跳 本来听到楚元梨 说要给她赏赐 凤宁月眼眸已经亮了起来 听到后半句 眼神立刻暗了下来 你说我夫君 我救你又不是为了你的钱 难道我在你心里 就是爱财之人吗 本王并非你这个意思 楚元梨 我承认我对你是剑色起义 但想要治好你的病 想对你好 都是发自内心的 从来都没有起过害你之心 希望你不要把我当成 你之前娶过的那些女人 女人的一番话 让楚元梨心里五味杂陈 可能是她自己太多疑 她或许真的只是个心思单纯的丫头 本王答应你 好 我们争取 做一对相敬如兵 举案其美的模范夫妻 以后再说 本王希望你乖乖听话 别动不动惹本王生气 没什么事 你先回去 凤灵月出了情房 发现思云和京风还在院子里 看到思云那一副假惺惺的面孔 她就十分不舒服 京风 王爷现在需要休息 本王妃命你 把无关人等赶出去 是 王妃 京风 没有王爷的命令 你敢对我动手 我可是王爷的医师 思云姑娘 可真是贵人多妄事 本王妃和王爷大婚当日 你打赌输给了本王妃 你哪里还有资格医治王爷 我是输给了你 但是你生之不武 比试之前 她根本就不知道凤灵月 是百毒不侵的体质 要是知道 她绝不会傻傻的跟凤灵月比试 京风 王爷今日为何发病 回王妃 吃过午餐不久 思云姑娘说有事要见主子 可思云姑娘进了书房不久 主子就发病了 具体发生了什么属下不知 当时属下一听到房间有动静 便立刻冲了进去 主子咳了好几口血 就晕了过去 属下把主子带回寝房安顿号 赶紧让千流去寻王妃 幸好王妃回来得及时 否则属下真是罪该万死啊 到底思云说了什么 会把楚云离气扔过去啊 凤灵月想到楚云离婚事在床上的画面 心里就难受 你竟敢打我 本王妃不管你说了什么 但你把本王妃的男人差点气死 打你两巴掌算轻的了 以后离本王妃的男人远一点 要是你再敢靠近她 再敢乱嚼舌根 再敢做一些不该做的事 本王妃一定让你尝尝什么叫做后悔来到这世上 京风 把她给本王妃丢出离王府 今后要是她胆敢踏入离王府半步 直接打断她的腿 是 王妃 一开始京风对思云动手 还有一丝犹豫 看到凤灵月霸气侧漏的行为 瞬间没了后顾之忧 直接上手 京风 你要是敢碰我 思云话急一半 京风直接点了她的哑穴 随后像领小鸡子一样 毫不留情的把她扔出了离王府 听京风说 采购的药材 明日就能到是吗 如果我说那些药对你的病情毫无作用 不管吃多少药 你的病也不可能痊愈 你 你会不会觉得我说要医好你 是在耍你 为褚元铃心里咯噔一下 也就是说 她的咳疾终究药食无医 到底还是逃不过 活不过三十岁的命运 褚元铃 我刚刚的意思 不是说你的病没得救 只是 只是她不确定 她愿不愿意把自己交给她 让她做手术 褚元铃 我说过你肺部长了个东西 那东西 今天趁你昏迷时我检查出来了 根本就不是长在里面的 而是 而是有人放到你身体里的 放到身体里的 你说什么 你没听错 对东西大概这么大 用灵月伸出双手笔换了一下 如果我判断的不错 应该是一块玉石 虽然我不知道 它到底是怎么进去的 但这么多年过去 它已经完全跟你的身体 长到一起了 你是如何检查出 本王体内的东西 是 是玉石的 如果不便告知 本王不必你回答 见他小脸纠结成一团 楚元铃也不再追问 本王的病 还非打算如何医治 楚元铃 新婚当日我便告诉你 你的科技除了药物治疗 还有第二种治疗方式 之所以有所顾虑 原因有二 一来呢 我是打算 先进行一段时间的药物治疗 观察观察治疗情况 是否能达到我的预期 再者 就是考虑到第二种治疗方式 听上去比较匪夷所思 而我又才嫁给你不久 并不觉得你已经足够信任我 但现在看来 药物治疗与你无用 唯一的办法就是 就是将你体内的东西取出 如此才能彻底治疗你的科技 将体内的东西取出了 刚刚他说那块浴室已经完全与我的身体长到了一起 又如何取出 难不成 将我的身体剖开 土原离台眸望着他 眸光复杂 如何取出 做手术 在你的胸口 切开一道口子 将你体内的东西拿出来 再把伤口重新缝合 因为王爷体内的东西 已经彻底与你的肺部长到了一起 所以直接取是取不出来的 必须要把那一块肺部组织 给切除掉 我知道王爷觉得不可思议 毕竟这种方式在安邻国 闻所未闻 见所未见 但 我不仅可以做到 还能保证王爷的生命安慰 这一点 我绝未欺骗王爷 至于王爷要不要相信我 愿不愿意把自己的性命 交于我手上 王爷自行考虑 果然如他所想 要把身体剖开 出乎他所想的是 要把他的五脏六腑 切掉一块 实在 难以让人相信 哪般还能保住他的性命 爱妃从前可曾做过手术 当然做过 不瞒王爷 今天我在祭食堂 还救了一个产妇 和他的两个孩子 随即 凤灵月把今日发生的事 大致说了遍 楚原离听完凤灵月 剖腹取子的事情 心里的疑问越来越深 剖腹取子的方式 也是爱妃在遗书中喜得的 楚原离 从嫁给你那天开始 你应当就已经 怀疑我的身份了吧 是 我的确与从前的我不同 会武功会医术 甚至还会其他 以前从未表露 那是侯府后宅水太深 要生存必须做小伏地 藏巧于捉 不然我不可能活到现在 不论是武功还是医术 都是我师父教给我的 至于师父姓甚名谁 恕我不能告知王爷 我知道王爷偷偷派人查过我 却没有查到一丝线索 不是王爷手下的人能力不行 而是我师父想保护我 早就抹出了那些痕迹 本王怀疑过你 查过你 甚至对你起了杀刑 你为何一点都不生气 反而跟本王说这些 他就不怕我利用完他 然后杀人灭口吗 因为我喜欢你啊 作为一名合格的杀手 除了两位师父 他从未信任过任何人 可来到这个意见 他对楚元梨几乎毫无保留 他很可能是被爱情冲昏了头脑 过了片刻 凤凌月见楚元梨没说话 有些僵硬的摸了摸鼻尖 那个 我跟你说的治疗方式 王爷可以好好考虑一下 不急于这一时 在你做决定之前 我会保你性命无忧 但有一点我还要再强调一遍 王爷今后 绝不能再动怒 否则你的身子再受影响 会增加手术的风险 手术成功几率会下降 楚元梨嘀嘀嗡了一声 王妃 方式小姐求见 让她进来 凤凌月放下刚拿在手上的导药杵 走到寝房外间的踏上坐下 春花将凤香香带了进来 香香参见李王妃姐姐 四妹找本王妃何事 姐姐 是 是香香不好 连练了姐姐 这话怎么说 姐姐 香香偷偷来李王府的事 被母亲知道了 香香承受不住母亲的言行考打 不得已 把小娘现在藏身在李王府的事情交代了出去 母亲说 说今日要姐姐回侯府一趟 否则 否则便让父亲去皇上面前告愚状 说李王司闯侯府 炉走父亲的小妾 藏匿在李王府 凤凤凌月文言 眼底染上一抹怒意 抄起手边的茶杯 狠狠撒到了地上 当日旧薛事 是看在凤香香 在侯府与自己一样 同过的如履薄冰的份上 但这事竟被凤香香自己捅了出去 还把私闯侯府 鲁人小妾的帽子 扣在李王府头上 事可忍 她凤凌月不能忍 凤香香 这是本王妃无能为力 你回去告诉城市 她想去告玉状便去告 本王妃还能怕她不成 至于你小娘 这李王府也留不得她 今日你便带着她 一起离开李王府 姐姐 都是香香不好 还请姐姐救救我小娘 要是 要是没有姐姐 我和小娘都会没命的 姐姐 春花秋月 送客 是王妃 春花秋月 是有点三角猫功夫在身上的 两人得令 立刻上前把凤香香给架了出去 将她赶出府后 又去化清院 让人把重伤未遇的薛氏 给抬出了李王府 凤香香看到薛氏被抬出来 立刻扑了上去 小娘 你没事吧 都是香香不好 是香香连累了小娘 香香 我之前在城外勾了一处小院 咱们先去那里住着 惠侯府的事再说 王爷 你会不会觉得我太狠心了 为何不帮他们 他并不觉得凤明月狠心 按照他的行事作风 于自己无异的事根本不会做 当初凤香香上门求助 他压根就不会出手帮他 凤香香 并不像看上去那么单纯 他当初求我救他小娘 告诉了一个 有关城市怀疑我身份 要害我的消息 这一消息 与我而言 根本无关紧要 不过是看在他 在侯府也过得如履薄冰的份上 才出手相助 没想到才几日时间 就被城市捉住了把柄 城市扬言 要让我父亲上皇帝面前告一状 抹黑黎王府 我当然不会让城市得逞 薛师母女落在城市手上 恐怕雄多吉少 王爷是想让我出手救他们 本王不是多管闲事之人 事关爱 黎王府 所以白日本王让千刘暗中盯着薛师母女 千刘刚刚回禀 薛师母女被城市丢进了万花阁 万花阁 凤明月觉得耳熟 想了片刻才想起 万花阁是安陵城最大的青楼 城市还真狠 竟然将他们送到那种地方 城市利用凤香香来黎王府报信威胁他 意在让他亲自回一趟侯府 但他绝不会回侯府 跳入城市设下的大坑 楚元离见他对此事没多大作为 也不再提及 不然想起什么 从怀里掏出一把金钥匙 放在他面前 五日后市长公主神辰宴 你自己挑喜欢的衣服首饰 随本王一起出席 哦 好 凤明月把桌上的金钥匙拿起来 放在掌心摊开 这钥匙是 阔房钥匙 身为黎王妃 今后执掌中馈的重任 交于你了 黎王府家产太庞大 我才不想管 还有 一副手术我有 不需要花王爷的钱 看到凤明月完全不在意府库钥匙 出园离不知为何 心里莫名有一丝烦躁 这是多少人做梦都想得到的一份殊荣 可偏偏这女人竟 竟如此嫌弃 本王饱了 爱妃若无事 先回去吧 可我还没吃饱呢 凤明月没有察觉到某人正在生闷气 拾起筷子继续吃 楚元黎硬生生忍着一口气 等凤明月吃完且离开黎洛院 她气得一下子把桌子给掀翻了 后在阁楼底下的金风听到桌子 碗筷碎裂的声音 似箭般冲上阁楼 看着地上狼藉一片 主子怎么了 刚才与王妃吃饭的时候还好好的 怎么王妃前脚离开 王爷就发这么大的脾气 难道王妃又惹王爷生气了 说是干净 王妃 您可算是回来了 怎么了 王爷又发病了 凤明月朝离洛院瞥了一眼 要是发病 千流一定会去医馆找她 千流没去 想必是没发病吧 那个 王妃 王爷她 有事说是 王爷已经快三日没有进食 也不让属下来找王妃 今日王爷依旧利弥未尽 把自己锁在书房 属下实在是没办法 请王妃劝劝王爷 她是不是有病 谁又惹她不开心了 还闹绝食 这两天她一直忙着医馆装修的事 的确已经快三日 没跟楚元梨一起吃饭了 难道是因为我 楚元梨才生气绝食 不可能吧 属下担心主子身体受不了 还请王妃亲自去劝劝主子 凤明月转头去了梨洛院 走到紧闭房门的书房前 敲了敲门 楚元梨 是我 我现在能进来吗 等了半晌 凤明月未听到门内有人回应 楚元梨 你在不在里面 依旧无人回应 她用力地推了两下房门 发现 门被反锁上了 把门踹开 王妃 这 你还愣着做什么 王妃很可能出事了 清风一听叫是王妃出事了 大还得了 白脚砰的一声 就把房门给踹开了 凤明月冲进书房环 视力一周 并未见到楚元梨的身影 她走到东面的窗户前 窗户上 除了一道很浅的脚印 还有两滴半干的血迹 清风 王府尽刺客了 属下一只手在书房门口 并未听到里面有打斗的动静 但主子确实已经快三日没有出书房 难道主子被那刺客给掳走了 血迹新鲜 还残留一丝温度 那人应当刚离开不久 房间里整齐干净 确实没有打斗的痕迹 只能说明 王爷和闯进来的那人认识 至于王爷的去销 不一定是被刺客掳走了 偌大的黎王府除了清风和千流 还有大批的巡逻侍卫 和隐藏在暗处的暗卫 楚元黎不可能轻易被带走 千流 王妃 千流暂时不在府上 书房有没有暗示 被凤凌月一提醒 清风走到书案后方的书架旁 扭动书架其中一格的 玄铁两头狮子 光的一声后 一道暗门出现在凤凌月眼前 王妃 里面是王府的藏书室 进去看看 王妃 这藏书室没有主子的命令 任何人不得入内 属下 属下也从未进去过 你家主子生死未博 还在意这些细节做什么 王妃 凤凌月大概走了十几步 才看到一扇一米宽的小门 推开小门 借着微弱的烛光 入眼是一个包大书架 她抬头一瞧 书架至少有二三十米 而书架上 无疑都摆满了书籍 站在门口 是看不到藏书室里的景象 走了几步 凤凌月看到倒在地上 昏迷不醒的楚元梨时 心口一颤 楚元梨 楚元梨 期间 嘴里还一直念叨着男人的名字 可安静的可怕的藏书室 毫无回应 她举好伸手捏住楚元梨的下颌 用力掰开她的唇齿 深吸一口气后 俯身朝她的嘴里肚气 肚气的动作 大约持续了一分钟 可身下的男人依旧没有回应 她的双手能够清晰感受到 楚元梨身上的凉意 硕大的泪珠夺矿而出 楚元梨 你给我醒醒 给我醒醒 不要死 我们还没 不 还有办法都不是 我可是现代医师 凤凌月抹了抹脸上的泪痕 起身从刘光卓里拿出医疗室 又把楚元梨扛到了病床上 将她的上衣全部退去 把心电突击等仪器接通后 又熟络地将楚颤仪调到了两百角 爬上病床 再一次跨坐在楚元梨的身上 按下楚颤仪按钮 贴上男人的胸口 进行第一次电击 就在这时 楚元梨悠悠醒来 缓缓睁眼 就见凤凌月坐在她的身上 手上还拿着两个奇奇怪怪的东西 你 你对本王做了什么 难道 这女人趁她昏迷不醒 行了周公之事 楚元梨 你处于醒了 我还以为 我还以为 以后再也见不到就 你 陡然被女人 以一种特别亲密的方式压着 能明显感受到一股 灼热又柔软的触感 楚元梨整具身子绷得很紧 耳尖爆红 脸颊一直红到脖子根 连说话都变得不利索 凤 凤人月 你 你赶紧 你赶紧起来 扭头一看 自己现在身处在一个全部都是纯白装饰的房间里 躺在一张只能容纳单人的床榻上 床榻侧是叫不出名字的盒子 盒子不仅可以发光 上面还有他看不懂的图案符号 还能发出 滴 滴 滴的声音 这些到底是什么 现在又是在哪 凤灵月为何会有这些东西 她到底是谁 楚元梨脑海里有太多的疑问 但压着她的女人一直哭个不停 小嘴还巴巴喊着她的名字 说什么她死了终于没事了之类的话 凤灵月 还不从本王身上下去 这般 承贺体统 他是个正常男人 要是再保持这种姿势 难保不会出现什么异常 好好好 我下去 凤灵月忙不迭翻身下床 等女人离开 楚元梨这才发现 自己上半身光溜溜 她本能的要去穿衣服 手指上的东西阻止了她的动作 只能作罢 这是什么 这些都是我治兵救人的工具 是我师父送给我的 刚刚你羞恨昏迷 要不是我及时拿出这些东西来救你 你就 就真的没命了 你嫁入离王府 本王从未经过这些东西 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如果我告诉你 这些东西是凭空变出来的 你会把我当成妖怪吗 你是人是妖 本王自有判断 你先下床 凤灵月知道她不可能那么快接受和相信 但自己的秘密已然暴露在她面前 与其藏着掖着 倒不如坦诚相待 楚元离 这个镯子 是我师父送给我的 它其实是一个 可以存储物品的空间手镯 你目光所及的一切 原来都藏在这个手镯里 画壁 操控一年把医疗室收回了流光镯内 白色的房间消失 两人眨眼间回到了藏书室 楚元离看到眼前的东西毫无意识下 就消失不见了 瞳孔皱缩了一下 震惊之余 目光重新落到女人手腕上的银镯上 任谁也想不到 这小小的银镯 竟然可以凭空变雾 见楚元离一直盯着她的手镯看 连眼睛都不眨一下 楚元离 楚元离回神 本王知道了 虽然心底的好奇心很重 但她从不是一个主动去窥探别人秘密 并且刨根问底之人 尤其当凤灵月毫无保留地 把自己的秘密说与她听时 她心里总有一种奇怪的情绪涌上心头 你相信我吗 她可是把自己最大的秘密都告诉她了 只因为她喜欢她 她的真心和坦诚能换来什么呢 楚元离从袖口掏出一块方帕 原本是想递给她 可自己的手似是不受控制般伸到她的脸上 擦着她脸颊上眼尾的泪 动作是说不出的轻柔 凤灵月彻底愣住了 邓人眼中一瞬不瞬看着眼前的男人 她 她竟然主动替她擦脸 从这个细微的小动作 凤灵月已经不需要再从她的口中知道答案 她已经回答了 她的举动 她认真的动作是绝不会骗人的 那个 我听京风说你三天没进食 是因为伤我的气才绝食吗 楚元离忽然顿住脚步 啊 蠢 还不多怪你 忽然停下干嘛 撞疼了 哦 有点疼 要不王爷替我揉揉 其实就猛的一下有点晕疼 现在压根就不疼 她只是想透露一下楚元离 还疼不疼 前背擦脸 后背揉声 凤灵月感觉自己已经无法独立思考了 怎么才一会儿的功夫 楚元离变化如此之快 不疼啊 谢谢你啊 楚元离听到谢谢二字 总觉得十分刺耳 好像这两个字拉开了他们的距离 显得他们之间十分生分 出了藏书是 京风看到楚元离和凤灵月 安然无恙地出来 心下输了口气 主子 是属下失职 未发现主子出房闯入刺客 还请主子责罚 京风话音落 一旁凤灵月的肚子 不合时宜地咕咕叫了起来 嘿嘿 耽误这么久 饿死我了 卫生 是 主子 属下这就去 不得时 京风拎着食盒进了书房 麻利地把饭菜一一摆好 凤灵月实在太饿 也顾不上餐桌礼仪规矩 直接举住 雾字吃了起来 王爷你怎么不吃 不是三天都没吃饭吗 别把胃给饿坏了 看着女人一脸不雅地吃香 嘴巴塞得像小仓鼠一样 还巴唧说个不停 楚元离嘴角狠狠抽了一下 本王没胃口 自从吃过这女人做的饭之后 她再吃府上厨子做的饭菜 食之无味 提不起一点食欲 想起最近三日 这女人一直忙着开医馆的事 抽不出一点时间为她下厨 以及三日前 她把黎王府的府库钥匙交给她 被她拒绝的事 楚元离感觉自己心里的怨气 又逐渐涌上心口 本王听闻你开了家医馆 凤凌月光顾着填饱肚子 压根没察觉男人情绪有什么不对 是啊 在东陵大街 今天才正式开张 是觉得黎王府养不起你 还是觉得本王亏待你了 当然不是 我在黎王府闲着无聊 所以才开家医馆 打发时间 顺便赚点零花钱 身为黎王妃 抛头露面成何体统 我没有 开医馆我用的是其他身份 怎么给黎王府丢脸了 即便如此 你也应当好好待在黎王府 既然入了黎王府 成了本王的女人 你该清楚自己的本分 凤凌月见她态度十分不好 非常反对自己开医馆的事 也很生气 啪的一声把筷子甩到桌子上 是 我现在是黎王妃 可 我们只是名义上的夫妻 根本没有夫妻支持 你从心底 没有承认过我是你妻子 凭什么要求我对你三从四得 你 楚元离被女人的话噎了噎 竟觉得她说的有几分道理 自己无法反驳 本王不是那个意思 那你什么意思 凤凌月气鼓鼓的瞪着她 楚元离没说话 举住物字吃起饭菜来 这一下 轮到凤凌月没有胃口了 她冷冷丢下一句 王爷 我吃饱了 先回去安起了 也自便 然后也不等楚元离回应 起身以最快的速度 离开了离落院 盯着女人离开的背影 楚元离也啪的一声 把筷子扔在了桌子上 清风 主子 清风进门就觉得气氛不太对劲 他刚刚站在院子里离得很远 似乎隐约听到 主子和王妃吵起来 明明吃饭的时候还好好的 怎么一转眼 俩人就闹不合呀 夫妻间都这样吗 撤了 可是主子你已经 本王的货不管用了 还是你想去飞羽营待一个月 提及飞羽营 竟风立刻怂了 是主子 属下这就撤 自两人因为医馆之事吵架后 到楚家河生辰当日 凤凌月和楚元离没见过面 这日春花秋月替凤凌月梳洗更衣完毕 王妃 马上要出发去公主府 还请王妃稍微快些 凤凌月很不想出席 磨蹭了许久才跟着金风出了府 上马车后 她快速在楚元离身上扫了一眼 发现她好像比上次吵架的时候 消瘦了一圈 脸色也苍白不少 凤凌月看着很不是滋味 她可真真是栽到这男人手上了 忍不住先开了口 楚元离 你身体还好吧 这两人没发病吧 还知道关心本望 她这话是什么意思 是怪我一直跟她冷战 没有主动关心她的身体 那是不是说明 她心里也是在乎我的 我先帮你检查一下 凤凌月盯着她的胳膊 缓缓伸手去牵她的手腕 原以为楚元离会排斥 没成想 她竟乖乖任由她切脉 凤凌月心中一喜 这两日横更在心头的不满 消散了些许 是不是这几天都没好好吃饭 身体弱得不行 脉象虚负 再这样下去 你的身体迟早被拖垮 本王近几日胃口不好 那 凤凌月盯着她那双 没有一丝血色的脖唇 那我们和好 好吗 和好 楚元离拳头过得更紧 不予回答女人的问题 反问她 医馆还要开 嗯 我虽是女子 虽嫁入离王府一时无忧 但我希望靠自己的能力 积累属于自己的财富 而不是靠男人 在内 我会紧禁离王妃的身份 也会尽心竭力为你治病 在外 我会以其他身份 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不会把离王府牵扯进来 当然 如果要我违背自己的原则妥协于你 那我 我只能跟你合理 听到合理二字 楚元离脸色目的一尘 本王说了 只有丧妻 没有合理 嗯 那你的意思是想杀了我 还是想让我妥协 本王没说要杀你 那是想让我妥协 本王没说 那你啥意思 这个女人蠢的时候是真的蠢 我的意思还不够明白吗 本王可以不管医馆之事 但本王有两个条件 哪两个条件 一 未时出 有时归 一切要以离王府的事情为重 二 本王的生活起居 爱妃负负负责 未时出 有时归 嗯 这也不是不可 可负责她的生活起居是几个意思 要她随事身策 那不是丫鬟干的活吗 什么叫一切以离王府的事情为重 你的生活起居 不是有王府丫鬟照料吗 我又不是丫鬟 她感觉自己要被这女人给蠢死了 压下心中波澜起伏的情绪 冷冷淡言解释 本王需要你是必须回府 至于第二点 你负责本王日常膳食便可 凤凌月这一下可算是明白 楚园里拐弯抹角 到底抑郁何为 想让我以你为重 想吃我做个饭 你早说不就得了 有必要绕这么大的弯子吗 被戳中心思 楚园里顿时脸色铁青 你这几日胃口不好 不会是因为没有吃到我做的饭菜吧 女人突如其来的靠近 以及那一抹心香触感 让楚园里耳尖爆红 再离本王这么近 本王便把你丢下车去 你真的舍得丢我下车吗 松开 我不松 对付他这样 纯情又傲娇的男人 还得来死皮赖脸这一套 凤凌月 当真以为本王不敢动手 李哥哥 我做错什么了 你要狠心叫我丢下车 李 李哥哥 谁预认他这么叫的 凤凌月 你真长一点 这女人 莫不是疯了 真麻烦